哈囉大家好我是Erika 哈囉大家好我是薩爾 欸 繼我們上次拍那個 必比登台北推薦牛肉麵 應該已經過了一年了吧 我剛剛看是一年又七個月了 超久 我跟你講這段時間其實我 對那個牛肉麵還是很 有在舍戀 YES 所以這一間是 這一間是CNN推薦台北 八大必吃牛肉麵 CNN推薦 真的嗎 走吧 吃吃 我們現在到品川藍的中山店 欸我們剛剛走進來的時候 我看到你們的環境非常的好 而且 對啊他就是一進來是用一個 半開放式的廚房的一個餐餡 而且我覺得這就很像那種高級的中餐廳的感覺 中餐廳 對那種中式的餐餡 他會一直用中餐廳的那個齊膀 很爭強喔 好棒 真的嗎 好我們現在菜已經上期了 可以開動了嗎 這邊注目的是他牛排牛肉麵吧 YES 但是他厲害的是 等一下會有服務生在你旁邊桌邊倒糖 來吧來吧來吧 這牛排是已經有熟度了對不對 對你是單監製五分熟 哦 你一看他之後會熟成是七至九分 就是30秒就可以做食用 我怕他熟掉 不會怕他太熟 欸剛剛有30秒嗎 還沒吧 還沒嗎 沒有東西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剛剛在等我吃 對 我覺得明星調到他變熟了嘛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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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素晴らしいね 哦 哦 哦 哎呦 要吵 這也是30秒嗎 可以吃 好的 這樣是最剛好的快點 啊 哈哈哈哈 有種在舊肉的感覺 對他要過熟 我吃了飯怎麼吃呢 他剛剛泡的這兩個是清燉嘛 耶 然後這個三寶的部分是紅燒 那跟他的店家的名字也有關係 品川藍 對 川 跟藍 川就是四川的紅燒 對川味湯頭 藍是藍州的清燉 我先吃吃看我這個是prime樂眼牛排麵 第一次看到牛肉麵上面用的是 真的是牛排 我來喝湯頭可以嗎 好啊你先喝 欸那我也要先喝 哦 那湯頭是帶甜的 蔬果的甜味 很清爽耶 跟之前吃我親的朋友 然後它那個蔬果的甜味比較濃香 我覺得味道是比較偏甜味重的那種 就是粗麵 寬麵 很難加對不對 我覺得我兩個都是不太用筷子 你知道我現在只要拍吃了 我都會稍微 敲一下剛剛動作 它Q度我覺得可以 就好像都蠻剛好的 我也拍特寫有等一下 我本來有點擔心 它這個Q度很不散耶 真的 它還是彈的耶 牛排它有配一個玫瑰鹽 你可以沾它 就完全就是像你在吃牛排的感覺 我要先吃牛排 對好 它這樣口感吃起來是還蠻軟嫩的 對啊 我要沾玫瑰鹽 沾 我要偷偷擺甘蔗的感覺 好啊 好快 沾完之後你就會感覺到 它那個牛排的肉味變得很明顯 嗯 這個我分數會給很高 這個好吃 有些牛小排 乳骨牛小排 鹽曲是不是很燙啊 它這個鹽曲是用日本山崎的鹽曲 可是其實我不知道鹽曲是 本來就是用發酵跟蜜 其實我有點懷疑我們湯味道也不一樣 你的又帶了一點發酵的甜味 跟一點點酒味 我覺得湯比較好喝 我也覺得比較甜 對比較甜 它整個味道都被提出來 我現在要先偷拿一塊你的牛小排 這是我一直很想吃的一碗 嗯 我吃這個 它肉的鮮甜有出來 我喜歡這個 因為我分數會給很高 嗯 我是兩碗這樣講 我剛剛吃它就沒什麼特別的想法 但我覺得這個 我吃不上 牛才會出 你買了餐三碼牛肉麵嗎 欸有辣耶 我覺得還好耶 最近吃辣能力變差 我不知道是不是學年紀下 這樣吃辣能力就會變越來越差 代表我還年輕喔 牛油的味道其實還滿重的 對 然後跟中藥的香味 藥材的味道我覺得剛好 因為有一些會那個 撲比而來那個中藥味 不知道它放了什麼很嗆的東西 但這個是溫順的味道 那我要再偷喝酸美湯 我怎麼都真的喜歡 突然喝飲料啊 酸美湯就是很搭牛肉麵的樣 它是很無爪味的 很好吃 我喜歡弄濃的 因為有一些酸美湯會弄的水 這是西面 不行我們不能表現出不太會拿塊這樣 不然以後不能找人才沒事 沒有 我已經放吃了 我就這樣嗎 什麼意思 不是 細麵 試試看 它麵比較會皺姐 不能這樣說 因為它比較 因為我們剛剛這兩碗麵放上來是乾的 它一直放在旁邊 對 你好公平公正 本來就是這樣好不好 我們開箱公平公正公開 它是牛筋 這好強喔 它可以用入口即化來講的 我覺得我會二刷 它牛肚也是偏軟的 牛腱肉 沒有辦法 你覺得太大了是不是 我只會咬一口就在給 欸 其實它很好吃耶 保留它那個牛肉有什麼味道 它辣椒是綠的耶 它辣椒是有用心的 它的酸菜有點重量 好像小菜的感覺 說到小菜了 這個是鹹豬肉筋餅 筋餅就是我應該有點類似 蔥油餅的東西吧 北方的一種麵食 口感不錯 但是要配東西 因為沒有味道 麵餅的味道是還蠻香的啦 金餅選手OK 我現在來配它的鹹豬肉 本身我也是鹹豬肉筋餅好不好 有酒味 高粱 都是麵餅的味道 我要吃一下本來 你剛剛單吃不太鹹了嗎 不會耶 董哥我是不是真的長鹹嗎 我配男子乾嗎 怎麼會這樣子 它太隱身了 你是不是已經看它很久 你剛剛已經講很久 你要吃剁腳皮蛋 這樣很辣嗎 會不會很辣嗎 好皮蛋的味道 我覺得可以再 辣一點 這個金鑽牛肉丼 這個金鑽牛肉丼 欸 牛肉麵專業的牛肉產品 你很厲害 這個我們很喜歡 它上面放的那個醬油是 嗯 蒜泥醬油 它很提那個牛肉的香味 可是對於不會用筷子 好不好 哈囉 你看用湯匙 它是一個很棒的開胃菜 這個我也很推 好 都吃完了 欸 我很好奇這個味道 這太酸了 太酸了嗎 這我朋友也可以教他 我們家的重酸又重鹹 覺得人家怎麼樣 假怪他是CNN推薦發達 台北必去牛肉麵 就兩三百你知道嗎 當然有兩三百啦 除了那個牛排麵比較貴之外 這沒什麼好講到 它就直接一個盤級的牛排 放在你的麵上面 西藥匙 覺得這間它的環境很優欸 很舒服 很舒服 光線也還不錯 如果說跟朋友來聚餐的話 就是很適合在這邊 餐點的精緻度也很高 我真的會想在吃那個 鹽渠 對 鹽渠五穀牛肖牌 這是你今天的第一名嗎 第一名 TOP TOP 它怎麼辦 我好像也是鹽渠五穀牛肖牌 真的假的 而且我那時候去查鹽渠到底什麼東西的時候 然後他就說鹽渠用在大部分的那種料理 比如說有肉的啊 然後有魚 有海鮮之類的 都會提升它的鮮味 有 品川藍開箱 那什麼 再一次 好啦 今天我們的品川藍開箱就到這邊啦 沒錯 所以這邊的牛肉麵 好奇的趕快來吃 它現在分店蠻多的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 下面留言分享給我們 謝謝大家 掰掰 繼續吃麵 而且我差不多 其實很少欸 很認真